在娱乐圈中一提到礼貌 可以说一想到的就是陆寒 一向谦虚礼貌的陆寒 却有着强大的绅士背景 在一次的外出时 见到前边人山人海的人群 一个保镖喊道 不仅如此 时尚八杀的主编苏芒 见着陆寒都要叫他少演 就连王思聪都不敢轻易评论 尽管家事如此神秘显赫 陆寒却对自己的家庭背景 始终保持低调 从不主动提及 但这可难不倒广大神通的网友 2017年陆寒参加央视春晚 在后台接受采访 记者询问道 没有办法回家给家里过年 他们会很心疼 会很遗憾吗 陆寒则回答 没有啊我能回啊 我上完舞台以后直接坐车 直接就15分钟到家 没有啊我能回啊 我上完舞台以后 直接坐车 直接就15分钟到家了 我也能赶上吃饺子 真刚好 因为正好我也比较幸运 我家也是北京 网友们闻声而动 迅速打开地图 没想到竟发现 央视大楼方圆15里的范围内 大都是军区大院 陆寒少爷身份直接实锤 原来陆寒自小家庭环境 就十分优越 高中时就读海淀外国语学校 这所学校是有名的贵族学校 每年光是学费就高达10万 高中时的陆寒 在学校非常受欢迎 后来陆寒去了韩国留学 凭借俊秀的外表杯星探发现 进入韩国知名娱乐公司出道 并迅速火变亚洲 几年后陆寒与公司解约 陆寒回国后又迅速进入 事业巅峰期 影视 综艺 演唱会到处开花 节约顺利 人气暴涨 资源逆天 这些都足以看出陆寒 具有非凡的家世背景 陆寒的三巡演唱会 一开场就打脸了那些 只顾割韭菜的明星 陆寒的演唱会 不仅配置了超强的大屏 场地的四周也没有遮挡 只为确保现场的每个粉丝 都能看到舞台 甚至还实行了十名制购票 完全杜绝黄牛票的出现 更让人感动的是 连粉丝的出行都照顾顾到了 还送了打车抵用券 让打车与公交一样便宜 这样的演唱会安排 可以说是业界良心了 难怪连CCTV6公主 都成了陆寒的铁粉 连发四桥视频为陆寒应援 而陆寒不仅演唱会的配置好 唱功也不减当年 一开口就宣布了顶流的强势回归 伴随着现场音乐的响起 仿佛又回到了记忆里 那个阳光热烈的青春时代 当年的陆寒火到什么程度呢 大街小巷都是他的照片 和各种周边 一解约就让SM公司 市值蒸发了10个亿 随手转发的一条微博 直接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不仅如此 在人气最高涨的时候 陆寒一条官宣恋情的微博 直接掉粉100万 甚至造成微博服务器瘫痪 可以说顶流这个词 就是为他而创的 然而即便作为当时的顶流巅峰 陆寒也没有因为粉丝的热跑 沾沾自喜 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他在事业巅峰期 给了关小彤全部的安全感 当问及他为何会关宣恋情时 陆寒坦言是经过认真考虑 觉得自己有比流量更重要的东西 陆寒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 我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 对他的责任和担当 放眼现在整个内鱼 恐怕也找不到几个 在众多明星都对辱华品牌 冷淡处理的时候 他仍坚守爱国底线 2021年 陆寒代言的品牌IB总裁 发表辱华言论 陆寒立刻与品牌坊终止合作 甚至为此背负了巨额违约金 在如今娱乐圈 平平人设崩塌的时代 陆寒仍然会重视自己的承诺 曾经有位在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社交平台上询问陆寒 是否有机会去看他的演唱会 本以为会被置之不理 没想到得到了陆寒的亲自邀请 三年之后 陆寒兑现了承诺 难怪网友都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陆寒的人品 他真的是那个十分遵守诺言的人 陆寒的一个动作 直接暴露了他的人品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嘉宾们玩看动作猜明星游戏 一位嘉宾指示鞠躬 说了一句你好 众人就猜出了是陆寒 能让如此多的明星赞不绝口 陆寒真的是把教养磕进了骨子里 出道十多年 陆寒依然是那个 怀揣着赤子之心的少年 难怪都说流水的流量 铁打的陆寒 请多多多多多年